大家好我是Paul 週五到週五英文起讀 這新聞很扯喔 他說的是Florida man wearing red thong as mask kicked off United flight 所以佛羅里達男人 佛羅里達我常聽到台灣同學也沒有常聽到 因為我們嘴巴上也不是常掛著佛羅里達這個字 但是我真的會聽到你要唸佛羅里達那不是喔 Florida這個rida是很快講過去的 Florida 不要唸成Florida 很奇怪的一個發音的一個結構 一個佛羅里達男子wearing red thong T-H-O-N-G啊什麼鬼啊 丁字庫 Thong這個字 OK 我記得好像很長一段時間可以叫他teabag 因為從後面看就是一個T字有沒有 然後戴了一個紅色的丁字庫當成口罩 然後他被從這個聯合航空踢下來 Kicked off United flight 酷喔 那有個影片我們也不用看多久 因為他們講話都在mumble 聽不太出來 可是你可以看得到 他的確真的戴著一個紅色的丁字 當成他的一個 講了半天 最後他被踢下去了 你覺得這件事情 如果發生在台灣的話 或者是其他地方好了 你會怎麼想 要是你是同期乘客的話 你會覺得說 太好了 這個人就不符合社會規範阿對不對 那你知道美國人也是這樣子嗎 好 這個事情會轉折 我再看完新 看下面的文字之後 我個人覺得 嗯 有趣 那看你會不會覺得這也有趣 所以在Tampa, Florida A Florida man who was kicked off a United flight for wearing thong underwear as a mask tells WFLA 就好像是他這邊這個news channel He's done it about 20 times before 所以啊 他跟 他就說了 他其實已經這麼做 超過 已經20次了 he has done it about 20 times 嗯 OK 那剛剛這邊都沒什麼問題了 所以他把這一個thong underwear 這個內褲來 A video which started making the rounds on social media this week shows two flight attendants talking to Adam Jain who had been wearing the nether garment to cover his nose and mouth while he waited for his flight from Fort Lauderdale to Washington DC to take off 好,所以這裡 這一段 就是這個video 也就是剛剛樓上看到這一個 那這個video開始 make the rounds on social media 也就是在社交媒體上 開始這個轉來轉去 ok make the rounds 這個片語 我稍微打一下給你看 make the rounds 這樣子 或許可以用在一些什麼地方 像例如說 你那個 有人結婚好了 那你知道結婚 新郎 新娘要 要每一桌 足桌 禁酒對不對 那要繞一圈 對吧 每一桌都得禁到 make the rounds ok make the rounds 好,所以 在社交媒體上 make the rounds 所以秀出了兩個 Flight Attendants Flight Attendants這個 應該不太需要補充 我認為 因為大家應該都知道這個詞 你知道 反正就是空腹也滿 Flight Attendants 那我也說過 現在常看到的 也更常看到的 我覺得 叫做Cabin Crew Cabin Crew 那很久很久以前呢 是 你可以叫他Steward 就是服務的人 說真的 那女生的話 有女生版本 Stewardess 那現在 性別中性的這個概念 非常的這個 on the rise 所以 這兩個詞 你真的已經聽不到了 這兩個 現在比較看得到 來 所以 兩個Flight Attendants 跟這個人叫做 Adam Jane 那他 戴著這個 nether garment 來cover他的鼻子跟嘴巴 好 所以他戴著這個 什麼是nether garment呢 nether這個詞 就下面的 OK 下面的 所以這裡的nether garment 你就知道就是 下面的衣服 garment這個字 有衣服的意思 我這裡寫了好幾個字 我都念給你聽 如果你是用聽的的話 garment wardrobe attire apparel costume 當然我沒有寫clothes 因為clothes你一定會 對不對 所以這幾個字都有衣服的意思 那有沒有一些不同處呢 我可以說有 這裡面最不同的大概是costume 因為它是戲服 就演戲穿的衣服之類的 舞台劇啊或什麼幹嘛的 所以為什麼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講說那個 cosplay有沒有 OK 我差點講變裝 不對 不是變裝 變裝皇后 cosplay中文要講什麼 我真的突然間忘記了 反正你就是一個 你會去打扮成動漫角色什麼之類的 你懂我意思啦 cosplay cosplay來自costume 所以costume就是戲服 所以這個你應該沒問題這樣子 那至於前面這幾個 garment wardrobe attire apparel 我這樣說好了 我講幾個 你猜是哪一個 我講一些生活上會遇到的詞彙 例如說明星走光 你覺得是哪一個 走光不是走的一個不生 走光就例如說 露個小內褲就會被人家拍到 所以明星走光 會用哪一個字 他用的是 wardrobe malfunction 所以我會打出來給你看 只要看到明星發生走光事件 他就會說 That was a slight wardrobe malfunction 那這個是有典故的 我就今天先不講 因為這樣會講太長 如果你要找的話 你找Janet Jackson 跟Justin Timberlake Super Bowl 你就會看到 所以那個是 這個名詞的起點 wardrobe malfunction的起點 他發生的時間大概是我 那時候還在多人多 至少我相信是快要20年左右 快要20年 wardrobe malfunction 好 那所以 好 所以剛剛這四個 garment wardrobe attire 跟apparel 這四個 呃 那下一個會出現的 如果說今天我寄一個邀請函給你 那邀請函上面寫著 喔 恭喜你來參加我們的什麼什麼東西 那會有講地點對不對 地點會用的字 大概不是location 他用的字大概會是venue venue 所以venue在什麼地方 例如說什麼台北的Hire Hotel 或之類的這樣子 時間當然會有對不對 然後衣服 你可能要穿 喔 什麼formal啦 semi-formal啦 business啦 或者是之類的 所以 有一個dresscode 它的確可能會寫dresscode 可是如果不寫dresscode的話 這裡這四個字你才會選哪一個 答案就是attire OK attire 所以在這個邀請函上會出現的dresscode 可以用attire來取代掉 其他不行 OK 那再講一個 如果今天你爸爸是做成衣的 成衣工廠 會是哪一個 什麼factory 答案是garment factory 有wardrobe factory嗎 沒有聽過 attire factory聽過嗎 沒有 apparel factory聽過嗎 沒有 就是garment factory 所以garment常常就翻譯成成衣 成衣工廠 對不對 那再來 我如果說你的 你的衣櫃 你的整套服裝 就你的 I don't know 該怎麼說呢 就 像我曾經就有個女朋友跟我說 Paul 我覺得你的 穿衣品味不ok 他那時候剛跟我在一起 他就說 I'm going to change your wardrobe OK 他不是說I'm going to change your garment 不是 I'm going to change your attire your apparel 不是 I'm going to change your wardrobe 所以他真的把我衣服裡面的 一件一件衣服 不是看著丟看著丟 他就是你要挑這個 買新衣服的時候買 然後就丟一件 換一件進去之類的 這樣子 他真的就把我的 wardrobe 給取代掉了 所以一個人的 wardrobe 就是他的這種 就不是現在這一套 而是他整個整體的穿衣服的方式 整個一個 wardrobe 你把他講衣櫥也是可以 所以 wardrobe這個字 用一個地方可以使用 這樣子 那 apparel用在哪裡 我想到一些 例如說 有的運動類的品牌 Nike 或者我記得幾個禮拜 講過一個女生用的那種 運動品牌 Lululemon 之類的 我們會叫他 sports apparel 這兩個字有時候會走在一起 OK sports apparel company 就是衣服的這種 運動衣服店之類的這樣子 這蚊子 在這裡飛 飛啊 我打到了 帥氣 我現在都非常的懶惰 打蚊子的過程 我都不會來做剪接 我的影片就繼續roll下去 好anyway 所以 apparel 大概會用在類似這樣的地方 所以他也是 反正就外衣的樣子 外衣 OK 好 所以我們講了半天 這幾個補充 我覺得還算蠻重要 所以這邊用了 nether garment 大家就懂了 就是 underwear 同樣一個字的概念 所以這個傢伙 然後他一直已經穿著這個nether garment to cover nose 跟 mouth 然後在等飛機的時候 就已經戴著了這樣子 so one of the flight attendants can be heard telling Jen he is not in mask compliance 所以這個 Flight attendant跟他說 你沒有符合我們的 這個規定喔 所以這個compliance 的意思就是 去配合 OK 所以你會看到一個片語 in compliance with 什麼東西 所以什麼什麼東西 是屬於跟什麼東西啊 是有配合他的一些 條件法規的 所以很多的電器用品上 他會說 in compliance with 例如說什麼 n什麼東西來講 nsf啦 或者ul啦 這種的 安全的規章 in compliance with in compliance with 所以他的動詞就是 comply with so x complies with y sure OK 所以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 丁字庫 並沒有是 in compliance with 這些mask的 policy這樣子 然後 然後 下來說 you're going to have to come off the airplane 你必須下機 we're not going to let you travel 我們沒有辦法讓你旅行 這樣子 這時候你看到喔 我剛剛說前面講了 美國人的這個反應 another passenger who had a mask hanging off his face walked up to one of the flight attendants and asked if Jen was being kicked off for wearing a mask 好 所以我先不要把剩下的讀完 我們先把這裡看完 所以他 戴這個面 我一定有時候會講的面具 不是 口罩 so he had a mask hanging off his face 所以這個passenger的意思 就他 表達的意思是 這個passenger 其實並沒有把那個 那個口罩戴好 所以他有一個mask 那他是掛在臉上 這樣子 可能例如說耳朵掛住或之類的 所以這個時候這傢伙 走到了一個 flight attendant身邊 然後問他說 這個Adam Jane這個先生 是不是正在被 是不是因為戴了口罩 還被踢下機 he was being kicked off for wearing a mask 可是你會想 他沒有戴口罩 他戴的是靠北丁治庫 可是他問的問題是 請問這位先生是因為 戴了口罩 然後又被踢下機嗎 所以當這個flight attendant asked the passenger to put his mask on he said I'm out of here 所以當這個flight attendant 問這個先生 因為他剛說這個先生 口罩掛著嘛 對不對 沒有戴好嘛 所以當這個flight attendant 問這個人說 請你把你的口罩 戴好的時候 這個先生說 我要走了 我要下機 我不搭了 I'm out of here 所以你可以看 美國人其實 你可能不知道 美國有一部分人 是很賭籃 你逼我戴口罩的 他們認為自由 是最重要的民主價值 所以我有戴口罩 跟不戴口罩 得自由 要是你他媽逼我戴 我他媽就是不爽 所以他還覺得說 你今天這裡有一個兵制庫 來當作口罩 至少他配合程度 比我配合得還好 你連他都要趕下機 那我不搭了 這樣子 我覺得他是有一點 這個意義 意識在裡面這樣 然後他就說 所以這個傢伙也告訴這個 WFTX 我猜他真的是一個 news channel吧 several other passengers walked off the plane in protest in protest 就是抗議 另外有幾個乘客 也下了飛機 因為要表達抗議 說你呀 在那邊刁難人家 這樣子 那或者說是你呀 要求人家真的一定要戴口罩 這個人戴 當然不可以 逼他一定要戴口罩 你要這樣逼人戴口罩 我他媽就不答了 OK 所以他說 thank you to them 對他們感到謝謝 because they saw something an injustice something that didn't make sense and they stood up 因為他們看到了不公義 OK 不合理的事情 然後他們站起來走人 他們看到一個人 他們看到一個人 用丁字庫戴在臉上 當作口罩 然後被人家刁難 這叫做不公義跟不合理 然後他們要走人 好 我真的只能說 這就是 這就是 我們這個文化不同吧 文化不同 然後他接下來 他還把自己比成了這個 Civil Rights Icon Rosa Parks 這Rosa Parks的故事有機會我來講 OK 他把自己比最了民權運動 民權運動的代表人物Rosa Parks 那Rosa Parks在1995年的時候 他 他在一個公車上 坐在白人的前面 這事實上是違法的 在那時候這樣子 好 我覺得看到這裡可以了 這故事是有點扯 不過來 我們小小複習一下好 是應該夠 來 所以這裡說 Florida 不要念錯 Florida Thong 可以 叮子庫 Teabag Make the rounds 就是來去 輪流者 這樣子 我剛剛講的是 新郎新娘禁酒 Make the rounds OK Flight Attendant 跟Cavin Crew 都可以是空服員 以前叫Steward跟Stewardess 那現在這兩個字 可能因為性別平權 不想要用 他們比較想用性別中性的字 就比較不用了 那nether是下面的 所以要是我今天講說 你的下面好像有點什麼什麼的 nether region 這個字也是聽過的 nether region 你可能講說 不好意思說啦 就什麼什麼人 他下面長了一個什麼東西 Something is growing on his nether region 聽起來很奇怪 乖乖 來 所以這幾個字看一下 都有衣服的意思 Garment Wardrobe Attire Apparel Costume 那我剛剛說Cosplay 就從Costume出來 所以這幾個字裡面 離最遠的大概就是Costume 因為那真的是 氣服 至於前面這四個字 重疊性都頗高 說實在的 都頗高 Wardrobe 剛剛說的衣服 也可以是你的衣褲 你的整 你的人生擁有的衣服 合在一起的一個概念 就是你的Wardrobe 這樣子 Wardrobe 那講說明星走光之類的 Wardrobe 沒有function 沒問題 那邀請函上會出現的大概就是 Attire 地點是什麼還記得嗎 Venue OK Venue 時間沒問題啦 就Time 然後Attire Business Formal Semi-formal Casual 隨便你 Attire 然後成衣工廠的話 用的是Garment Garment Factory 可以 那什麼是這樣的衣服 例如說運動裝或之類的 Sports Apparel OK 那你會問問說能不能說 Sports Garment Sports Wardrobe Sports Attire 我真的不能說不行 不能說不行 OK 如果 Sports Garment 我大概可以想像可以 可能一家 就是 Nike的衣服 Nike的工廠 Garment Factory That produces Sports Garment 我可以理解 Apparel 然後 配合什麼東西 符合相關的規定之類的 Compliance Compliance 這裡差不多了 你有沒有覺得這故事很扯呢 I don't know You tell me Anyway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